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各地都有稍稍的回温 不过回暖的时间其实很短暂 因为明天开始又会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东半部随着水气的增多 会转变为应有局部雨的天气 而中南部地区仅有在温度方面稍微的下降 但是在天气形态方面都还是可以维持在晴到多云的天气 那么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一波冷空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从礼拜三个开始各地都是比较明显的降温 气温会是长时间比较偏低以及偏凉的 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就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 先来看到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来说冷空气的威力有稍微的减弱一些 所以大环境吹起偏东风 在北部地区温度有回暖十多度 而中南部地区则是回升七到八度左右 最后是东半部地区 因为还是原量比较多一些 所以回暖的幅度仍是比较有限一些 那么在明天又会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所以冷空气发威 其实全台各地又会有感的降温 那么又伴随着水气的增多 所以北部东半部又会转变为应有局部雨的天气 而中南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不受到影响 仍是可以维持晴道多云的天气 礼拜四礼拜五则是水气稍微比较减少 降雨的空档会开始有所的出现 而降雨的范围也会线缩在桃园 以北以及宜兰地区 而礼拜六礼拜天则是冷空气的微粒减弱 各地的温度会开始往上回升 再来要提醒大家今天深夜到明天的上午 有封面的尾端会来掠过北部的海面 所以北部天气会率先的转变为比较不稳定 而紧接着水气的增多也会影响到东半部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未来一周的这个降雨模拟状况 礼拜二礼拜三在苗栗以北以及宜花东地区 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 而礼拜四礼拜五随着水气的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降雨范围就比较缩现在 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 但还是要提醒基隆北海岸东北较 以及宜兰等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了 因为是未在迎风面还是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还提醒以上地区的观众朋友 出门在外就要记得期待雨具 再来看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温度的部分 这一波冷空气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全天的温度都不到20度 尤其是在礼拜四礼拜五 全天都比较偏凉 在温度部分仅有11到14度左右 而周末假期呢 这个冷空气的威力会稍微的减弱 气温呢会稍微的往上回升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回暖的幅度 人士比较有限的高温呢仅有在15度左右而已 而中部地区也会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也是在礼拜三到礼拜五气温会往下掉 来到16到20度的高温 而低温的部分呢则是在12到14度左右 那么在南部地区也会下降 不过是下降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 高温的部分是来到20到26度 而低温则是15到18度左右 最后呢是东半部地区 要提醒大家这波冷空气 这个气温最低点的时间是在礼拜四的晚间 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东半部礼拜四礼拜五 温度也比较偏冷一些 来到13到16度 一样在周末假期会稍稍的回温 那么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礼拜六礼拜天虽然各地都会有所回温 不过呢除了南部地区之外 其他各区的高温还是不到20度 所以呢如果您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家中有年长者以及孩童的话 就要注意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 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因为冷空气强度的影响哦 所以呢其实沿海的风浪也会有所增大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呢 骑车上班的话就要注意安全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因为明天呢将会受到封面尾端略过的影响 北部东半部随着水气的增加 率先转变为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还提醒苗栗以北以及以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上班上课就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